自8月31号团团被观察到有异常行为以来 台北市立动物园迅速展开诊断治疗 至10月15号未再发生疑似癫痫痫症 近视情形及活动力也得以恢复 原本已计划于10月18号与民众重新见面 然而10月16号团团再次出现症状 台北市立动物园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熊猫团团活力连日持续下降 躺着休息的时间明显增多 食量和精神状况都有所下降 出现后肢无力的情况 步行状态不复以往 团团健康出现状况后 台北市立动物园与位于四川沃龙的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持续保持联系 双方专家通过线上交流 共同分析团团发病影像 交流病程用药等事宜 目前专家已开始针对症状投药 输液来缓解团团的疼痛和不适 并调整饲料 喂水等日常饲养细节 以维持其体力与精神 自2008年在台北安家以来 憨态可居的大熊猫团团圆圆 深受民众尤其是小朋友的喜爱 此次团团生病后 民众牵挂不已通过网络送来祝福 10月24号台北市立动物园 在社交平台发布的一则 有关团团健康状况的图文帖下 六小时内仅万人留下心情 数百条评论透露出浓浓的祝福与关切 祝愿团团早日康复